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月25日在香港出生的赌王 出生自香港的名门望族 是英国 中国 荷兰 伊朗 犹太多个种族的混血儿 他是香港地位显客的企业家 河东着氏包帝何福其中一个孙 他爸爸何世光育有13名子女 当中赌王排行第九 河东和何福的第二代 几乎全部都是买版 那个时代买版是华商中最显客的阶层 精通英语和汉语 是英商和华商之间的沟通桥梁 何世家族的后代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何家还拥有庞大的资产 为出任买版的后代担保 所以他们的第三代也必然要走这条路 不过赌王并没有做买版 他走的是另一条路 虽然这条路充满艰辛 但是他就杀出一条血路 令他成为何世后代最富有 最有名望的一位 世嫂赌王的全其一生 除了他白手兴家的创业经历为人遵遵乐道之外 他的感情生活一样充满全其 外表出众 为人浪漫的他共有四位妻子 所以他绝对称得上是多情赌王 虽然他这么多情 但是无可否认 他确实是一个好体贴的情人 和几位太太的相处 不温不火 可以说是少有可以享尽齐人之福的恋爱高手 他的原配黎婉华 出身于葡萄牙显黑家族 祖父是澳门著名律师 1942年 有澳门第一美人之称的他 嫁入何家 生了一子三女 分别是超英 尤光 超然和超红 1973年 黎婉华在葡萄牙遇上车祸头部重创 失去大部分的记忆 八年后 儿子尤光和媳妇Suki 在葡萄牙因为车祸去世 黎婉华大受打击 需要私家看护24小时贴身照顾 当年三太陈婉珍就为她的看护 买下她和赌王结缘的伏线 2004年年初 黎婉华家中病逝 享年80岁 何鸿生的二太南庆英 在舞会遇上赌王 当年原配臥病多年 赌王坦然需要一个女主人持家 和陪她出席宴会 于是她就在1957年 按大清律例 迎娶南庆英做二太太 并诞下超瓶、超讽、超霞、超怡 和游龙四女一子 南庆英近年少有出席公开场合 而三太陈婉珍 在澳门土生土长 中学毕业后 为了养家放弃升毒大学 到山顶医院做了两年护士 被带何太请做私人看护 之后再借调到赌王身边 1985年 赌王送豪宅给陈婉珍奠定三太地位 婚后她为赌王诞下两女一子 分别是超云 以及龙凤胎、超年和游启 在广州出世的四太梁安琪 在舞会上海后赌王 1997年 四太身份正式曝光 她为赌王生了两子两女 超盈、游亨、游君和超音 其中游君更加是数学天才 属于女强人的四太 近年在奥博业务中举足轻重 我最拿手就是教丈夫而已 我太太不用我教的了 我说做丈夫的 你从今天起手要学会三重四重 太太从今天起 出街你要随重 跟美狗一步要拖到实实 太太上车、下车 全部都要扶到实实 那我说第二呢 就要顺从 太太结婚之后呢 很多东西不懂的嘛 故此呢 会有很多困难呢 你要很顺从 太太发皮好 你都说Darling 適合了 Sweetheart 你没额没错 我最紧要呢 就是第三个 盲虫 什么叫盲虫呢 太太和朋友 同学吵架 你太太全部都错了 你都说太太適合了 这个叫盲虫 三重 徐重 徐重 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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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声器 你呢太太呢 要给机会 因为早新娘要漂亮 要好漂亮才出街的 要开始由灰水 画眼线 画眼眉 查口唇 你有一点不可以吹 一吹 由头再画过 一吹 第一是等等 第二是记得 什么记得呢 太太的生日日子 今天你结婚周年纪念日 你甚至最好 都连外母的生日都记得 那你呢 买到最漂亮的礼物 一定要记得 那第三呢 就要忍灯 什么忍灯呢 一天太太呢 结婚之后呢 又会发脾气啊 又会懵憎啊 那你一意都不出声 但是最紧要那样呢 第四呢 要舍得 什么舍得呢 那你要奖励太太呢 买多些宝石 首饰三袋 最紧要呢 说自己是广郎树 我说我也是 什么叫广郎树呢 一条心 或者由今天开始呢 你的眼睛只准望太太 多漂亮小姐经过都不望 今后见女人都不望 是太太要望得实 是太太一条心 你不是一条心 我也是 我也是 你有多一条心 我每次都一条心 一向熱心公益的赌王 除了经常慷慨解浪 回馈社会之外 他亦多次唱歌 跳舞 甚至粉蜜登场做大戏囚款 赌王的艺术天分可见一斑 就算在这庄心里 太厉害,工者们 在这庄心上 下若 你走 我还是要去哪里 有什么爱 我也是 你也是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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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给机会 我可以多出镜 我听到原来 这个相电视很贵 很贵 现在我们逐秒计 何博士 了得很重要 捐钱何博士 不要说太多了 分秒秒都要计 是的 多少 我现在 好 个个要我捐 250万 好 谢谢 祝福许晋亨和李嘉欣结婚 不用我 有你的祝福 我祝福女儿 我没有收到帖 我也不希望收到帖 为什么 我还不喜欢她 嗯 从头一日到最尾的日 我还没认识 还没认识 嗯 幸好 娶个这么美女儿 这么好学问 都不心中 整天去玩 我不认识 何鸿生地位举足轻重 她的离世对澳门博彩业 和港澳两地的商界一定构成影响 而她的家产如何分配 当然成为公众焦点 2011年年头爆发的何家分产风波 闹到满成风雨 赌王两道日品告家人 幸好最终都不需要闹上法庭 私下解决 赌王一家发出联合声明 宣布他们已经签订家族和解协定 才令到这一场蜡烛两个月的 豪门分产事件 原本告一段 其实近年 赌王都心居选出 留在医院 或者家中静养 赌王家族近年喜事连连 三房、四房、子女轮住结婚生B 还令原本只有孙女和外孙女的赌王 终于一尝抱男孙的滋味 2019年初 三房的游启 承认一年前 已经和女友在海外注册结婚 同年四月更加承认 已经育有一个十一个月大的女儿Titania 而在19年十月中 小女Tania出世 由啟再做爸爸 两年抱两 认真快手 而四房长女超盈 就在19年年初宣布托B女 又透露 18年9月 已经和内地富二代 新奇隆秘密订婚 19年6月 双方以皇室打扮 举行过大礼仪式 超豪拍头 成为一时佳话 也同年八月 超盈就浮复旦下女儿何包蛋 两个月后 就到她弟弟游君和太太 鞋梦瑶添丁 成为赌王第一个男孙 赌王还亲自为孙子 改名何广生 妈妈梁安琪又帮她 改语名何热范 游君为何家添男孙 确是家族的一大喜训 赌王用她的一生 创造的不老传奇 虽然随着她的离开 不能够继续发光发亮 但相信她的精神 将会启发更多后来者 创造更多的不老传奇